第五十三集 处罚与奖励 第五十三集 处罚与奖励 一个时辰后 早课结束 看着蓝旺鸡走出蓝室 蓝锦仪一下子摊坐在课桌上 声音有气无力地说 私追 早课再不结束 我感觉身体都要僵了 不会以后都是韩光君给我们上早课吧 蓝私追看着蓝锦仪的样子 眼力带笑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蓝锦仪和很多弟子连连叹气 嗯 父亲说大伯最近太辛苦了 以后他上早课 提着石河回到静时 魏无羡还在呼呼大睡 完全没有醒来的迹象 蓝旺鸡用灵力保温着早饭 再次返回了饭堂 蓝私追正在和蓝锦仪吃饭 看着朝他走来的蓝旺鸡 起身行礼 父亲 蓝旺鸡点头 温声说 阿远 一会儿你用完早饭 去静时喊你爹爹起床 早饭我已经放在静时了 让弟子们四时在叫场集合 告诉你爹爹 我去藏书阁了 有事去那里找我 蓝锦仪 是 父亲 蓝旺鸡 安 用餐吧 中午和你爹爹回静时用餐 说完 转身离开 藏书阁的桌案上堆了很多的公文 蓝锡尘平日都是检要紧的和着急的处理 其他的都先放置在一旁 半个月下来已成一座小山 静时里 魏无羡睁眼就看见坐在一旁的蓝丝锥 阿远 什么时辰了 蓝丝锥 爹爹 你醒了 已经快四十了 你熬起了吗 魏无羡 嗯 起吧 今天第一天给你们上课 提起魏无羡给他们上课 蓝丝锥也很是开心 语气中充满活力 嗯 锦仪他们知道爹爹上课 很是激动 昨晚就一直念叨了 父亲让他们四十在教场集合 爹爹起来吃了早饭时间刚好 魏无羡和蓝丝锥到教场的时候 不到四十一刻 弟子们以蓝锦仪为首乱糟糟的一团 讨讨声远远的就能听见 有眼见的弟子看到魏无羡和蓝丝锥的身影 也没提醒其他人安静 反而欢呼的更大声 蓝丝弟子 魏前辈来了 魏前辈来了 众人纷纷望向魏无羡 只是魏无羡并没有再向前走 而去伸手从腰上抽出陈琴 接着身形快速向众人飞去 众弟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个正着 随着魏无羡的声音也传来 魏无羡还不动 等着挨打呢 一会儿谁被打滴最多 就等着受罚吧 闻言 众弟子傻眼 看着蓝丝锥拔尖上前 和魏无羡对战 众人才纷纷拔尖上前 两刻钟后 魏无羡才停下 好多弟子泪摊在地上 额上汗水连连 蓝锦仪也大口喘着粗气 见此 魏无羡脸上微微有点不悦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建树课会由我来上 像刚刚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刚刚你们的表现我并不是很满意 看在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给你们上课的份上 这次我不罚你们 但下次还是这样 你们就做好受罚的准备 我可不是让你们抄家规那么简单 记住了吗 众弟子 是魏前辈 魏无羡 恩 有处罚当然也有奖励 若是你们表现得好 我可以带你们去业恋 也可以给你们放假带你们出去玩 一切全看你们自己了 还有福赚 以后我也会教你们 学会了 省下来的月钱你们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闻言 蓝锦仪喜笑颜开 高声说道 魏前辈 我一定会认真学的 其他弟子也纷纷附和 站在远处观察的蓝锦仁和蓝锡臣 皆是满意点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 魏无羡已经教导蓝氏弟子半月有余 这日晨起 蓝忘机起身正欲离开 魏无羡翻了个身 眼睛也不争地说道 蓝湛 别忘了你昨晚答应我的 你和兄长要帮我考教他们 一定要突然袭击 看看他们的应变能力有没有提升 说完也不等蓝忘机回答 就再度睡了过去 好似刚刚那番话是梦话一般 蓝忘机摇头失笑 眼力的丑逆藏都藏不住 四时 魏无羡准时出现在教场上 他像往常一样指导弟子建树 休息时间顺便提问他们一些各种福赚的用途 这让原本知道今天有考教的蓝丝锥 一度怀疑爹是不是忘了 一有时间就不停地看着魏无羡 看着那真挚无比的眼神 魏无羡无奈招手 等蓝丝锥走过来 笑问道 阿院 有话想问我 蓝丝锥点头 爹爹 你昨天不是说今天会考教吗 魏无羡 对呀 今天考教 明天休目 要是你们表现好 要求随你们提 蓝丝锥不见 哦 可是都似是莫了呀 魏无羡不语 眼睛瞟到远处 正在靠近的蓝起人 蓝西辰和蓝忘鸡三人 神秘一笑 轻声说道 来了 还不等蓝丝锥多想 就察觉到身后有声音传来 连忙把剑挡住 才看经来人是端方崖正的蓝忘鸡 一边交手 一边说道 父亲 您怎么也和爹爹一样偷袭 听到蓝丝锥的话 魏无羡笑道 蓝湛 看来你平时对阿怨太温柔了 人人都怕你 这孩子不仅不怕 现在还敢编排你了 旁边的蓝西辰文言也是笑容满面 温声说道 谁让旺姬宠着他呢 自无羡你回来 丝锥有你们两个宠着 现在胆子可是大得很呢 魏无羡黑黑一笑 声音愉悦 谁让他是我们儿子呢 不宠他宠谁 兄长 你还是赶快行动吧 这么多人 总不能让他们看看这不是 蓝西辰 得 明明忘记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 你非要我也来 这是心疼忘记辛苦 把我这个兄长当免费劳力了呀 魏无羡丝毫不拒 调侃道 兄长想有人心疼 就赶紧给我们找一个嫂子回来呀 蓝启仁也期待地看着蓝西辰 很是赞同魏无羡的话 蓝西辰瞬间无语 拿着猎兵向那些弟子突袭而去 蓝西辰和蓝忘记对战几十个弟子 两个钟后 两人停手 弟子们的剑都还拿在手上 蓝启仁和魏无羡对此结果很是满意 魏无羡 嗯 不错 虽然蓝战和兄长他们只用了三分力 但你们能在他们手上坚持这么久已经很不错了 提要求吧 你们想要什么奖励 弟子们本想欢呼 但看到站在那里的蓝起人和蓝忘记 又赶紧站好 但眼中的喜悦藏也藏不住 蓝丝追 爹爹 我们叶烈去吧 魏无羡 叶烈 可以倒是可以 只是我没听说哪里有邪碎呀 你们想想 想到地方告诉我 明天咱们出发 好了 今天就这样 吃饭去吧 下午的福传课别忘了 众弟子是魏前辈 看着魏无羡他们走远 弟子们乱作一团 他们早就听锦衣师兄说过 和魏前辈一起叶烈的乐趣 心里期盼已久 走远的蓝起人和蓝溪尘听到隐隐传来的欢呼声 眉头微醋 但还很快就松开 转而换上了释然 尤其是蓝溪尘 他突然觉得 其实这种热闹的氛围也很不错 这种热闹的氛围也很不错